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联储局开会的会议记录的内容 市场并不能够接受不合乎市场的期待 因而今天的股市依然牛皮 第六天到下滑 第六天 所以要听一张牌 听明天的CPI 整个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才会有整全的比较全面性的通胀指数 主播我今天就来跟你谈谈 今天公告的PPI跟开会内容 三个观察 供做你的参考 第一 PPI 工厂的生产指数 上个月8.5%比预期的还高 核心的PPI 5.6%也有一点点高 所以几乎定调 整个的通胀还是在高点 或者你可以说开始打横 所以还没有打横的迹象 所以第一个 你必须心里有准备 PPI 还是在高点 第二个 上个月美国联储局的开会内容 所以内容提到的还是要坚持要打压通胀 持续涨利息 几乎毫无悬念 下一次要升利息是3% 0.75% 所以你心里必须有准备 第三个观察 似乎整个来讲 市场还是一样要等候 而且要公告第三季的盈余 已经慢慢的几乎接纳 市场持续的等候联储局升息 所以已经定调 下一次市场会接受 涨3% 0.75% 总的来讲 你跟我要有长期抗战通胀的准备 因为我们联储局持续深深不息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隐藏的事就交给上帝吧 明显的事就交给你跟我 跟我们的子孙 让我们好好的守上帝的话语 愿上帝赐福给你 持续的做最好的投资布局 Howard Chen 陈上豪 周三 在阳光普照的戏谷 一个Office Plaza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 下次见